各位企业店好 欢迎收看TK的象棋场景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江湖残局 这一旁局局如果在街头上摆设出来的话 估计不少企业会上当受骗 因为此局的变招非常多 陷阱层出不穷 如果一大步查 每一步棋都是一个坑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探究竟 表面上黑方即便的杀招比较多 中路有降面 拱中竹江、平中竹江 拱高竹江、平底竹江或鞠江都有杀棋 面对一方的多种杀招 红方此局根本反不住 也只能以攻为手 那一上手你会发现 红方又不能平鞠战中来一江 被黑方的鞠给盯住了 你如果浸泡江的话 黑方一下子仍然可以高枕无忧 完全没有后续的手段来牵制 那这里红方唯一的阵手 也只能先进居江 边一方下降之后 再一直居江 老剑现在上不来 红方进边居 就是双居的困杀齐面 所以一方迫不得已 唯有下降这一步棋可走 但一下降 红方这手又该何去而从 红方这边要巧妙利用双居的优势 通过点江的方式 先把老江给勾上来 随时创造有浸泡 造杀的余地 但是现在浸泡江 肯定是好异 黑方仍然可以下市 红方压根就没有威胁 但这里红方要走一个过门 就是先平鞠掏底江 把老江引离开来 先一方这个事是撑不起来 或落不动的 因为我退居江的时候 就是一个天地居的沙坝 那一方即便这样不能弱势 就只有平降这一步棋可走 在当前局面 红方退居 如果吃掉花心竹 黑方还是有近地居的沙棋 所以红方吃足 哥本来不及 那你如果浸泡江的话 黑方就落势 红方也没有后续的手段 这时候红方唯一的阵守 到底该怎么走呢 很多球就左右为难 这边红方要平鞠一江 把老江引到中路 紧接着再次浸泡作杀 一旦这么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黑方现在呢 有挡居或下市两种变化 如果黑方直接下市 反倒输得非常快 因为红方这里退居江 黑方就只能挡市 刚好呢 利用双居的优势 抗市江就可以围剿了 你一下降 我退居江 逼你下降之后 兆头一棒子 把黑方的事引上来 就是一个双居的绝杀机会 必败 所以像在红方这边呢 选择浸泡江的时候 黑方是失落不动的 唯有退居挡炮 这一步岂可走 一旦这么走 红方趁此机会 再次呢 平居江为师不忘 黑方刚才已经说过了 失落不动也撑不起来 真的呢 赶紧平老江 红方呢 就可以退居 踩掉黑方的花心组来结尾 大线黑方呢 这首会发现 你平底足江 我就平率战中 好意义 而且呢 一旦平率战中的话 红方随时有白脸江沙的机会 而这首呢 黑方呢 会发现 你平居吃炮 也行不通呀 因为呢 居就被阻挡住了去路 我只要平率战中 下一步白脸江沙 可以说是一族房长 黑方谁挡不住 必败为义 那其面至此 难道黑方就只能等着败吗 实之不然 这里黑方呢 有一个目妙手来解围 就是呢 刚才的走法 平足江 这一步棋呢 一走下来 红方只能平率战中 紧接着呢 黑方 再次起足江 送掉底边的这个报废族 这么走 红方呢 只能平率开来 黑方呢 再次平去吃炮 为时不晚 一旦这么走 红方就没有平率战中 把脸江沙的机会 因为一旦你平率 黑方近底居江 就是陈亚军的杀法 而对红方来说 现在局面就不容乐观 这时候呢 黑方近居江 又有杀起的机会 红方又该何去何从呢 现在帅又不能动 中路动这个居也毫无作用 但是红方近一边呢 刚好有底居的优势 利用居边的联动 平居过来 看黑方呢 敢不敢对居 如果这时候黑方呢 敢对居的话 你仅身炮阻而已 可能要输起 所以黑方呢 会平居走一步闲 下一步棋 还是要进离居杀 红方迫不得已 只能抓紧机会 退居来防守了 而一旦这么走 黑方会转一堆 黑方现炮竹呢 压根没有任何威胁 但是这时候呢 黑方呢 巧妙抬个鞠上来 看红方呢 会何去何从 这步抬居 看似吃红兵 但实质不然 如果红方这边呢 为了保住这个兵 想通过直接平居吃炮的话 反倒要败 因为这边的黑方呢 可以巧妙 平居抢占内道 先步骑进局将 又是杀奇 红方现在呢 有退居或平率 来防守 两种一堆方式 如果这边呢 选择退居防守 黑方呢 就进离居 到底边的下限 先步骑拱足将 逼你平率之后 平居将必败 而这时候呢 红方所有双居 完全呢 就没有施展了一地 你平率战中呢 也图牢攻 黑方一拱足 先步平居杀奇 一拱防掌 红方呢 可能要输 那既然红方 这边呢 不能退居防守 待一方平居上类之后 如果红方平率呢 也一样 一旦这么走 黑方还是有妙招可以解围 就是平高足 挡住算面 先步骑 埋伏有一个 近离居的杀奇机会 而红方这时候 又该何取而从 红方现在有平率 或退居回防 两种一堆方式 如果直接退底居的话 道理一模一样 黑方也是近离居 压到底边的下限 先步骑拱足将 平足将 还是居主 围角的奇面 而红方这时候呢 再次平率 也来不及 黑方继续平高足 通过拱足将之后 平足居将 又是杀奇 红方就算有双居 根本是反不住 必败 那这也是刚才 红方直接退底居的 一个变化 要是呢 刚才黑方这一边呢 选择平高足的时候 我先平率呢 这里呢 黑方这一边 就可以近居将了 把红方的算 引上来之后 平居吃红居 下一步退居将 又是抽吃红居的机会 而对红方来说 你照头一棒指 黑方就平站站中 反倒有借将助攻的机会 红方呢 根本站不到任何便宜 现在呢 刷又不能动 你抬高居也没用 黑方退居将 逼你下刷 拱底足下来 下一步平居将尾角 可以说是一种方丈 红方呢 根本拦不住 必败 所以呢 此局呢 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这个旁边 当黑方抬这一步高居下来 想吃红兵的时候 红方千万别通过用机吃炮 来防守 这里红方呢 无意的阵手 要选择抬高居 这样一来前面就说不同 那对黑方来说 这时候到底敢不敢吃兵呢 如果敢吃红兵 红方就走霸王居 下一步平居将 就有双居的昆江沙奇 这个机会 黑方这时候呢 又不敢用居来保假面 因为红方站着人多势众 平居过来 直接逼着黑方的居来约队就行了 队王居 你仅剩炮足双势 直接闪了架 肯定要败 所以呢 其面至此 当红方抬高居之后 黑方唯一的阵手 要平居 继续抢张力道 始终呢 要禁敌居将来杀齐 这样一来 其面就有所不同 这时候红方呢 能不能继续抬霸王居呢 实之不然 因为一旦这么走的话 其实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黑方这时候呢 就可以趁此机会 先下手为强 这一边呢 只要选择 近居将的走法 逼你挡居之后 退一步居就行了 下一步骑平居将是杀 拱足将也是杀 红方这时候呢 虽有双居 却防不胜防 你刷又不能动 你再次抬高居 也没用 黑方拱足将 逼你平率 近居将 红方必败 所以呢 其面至此 但黑方平居战类之后 红方抬高居是好意的 那这里红方呢 又该怎么走呢 先如果平率战中 其实呢 起不到任何威胁 黑方可以通过 近居点两将的方式 逼你下帅之后 还是拱地主 先不及近居 居将 红方呢 根本防不住 必败 所以呢 其面至此 当黑方平居战类 红方这边 到底该如何解围呢 难道呢 就只能等着败吗 实之不然 这边红方会进地居 抓黑方的当事 来牵制 先不及抗石将的同时 又可以退居超主了 而对黑方来说 这手又该怎么应对 你现在不过是上来防守 是好意义的 红方可以用居吃掉 中途当事 把他得一个是 黑方呢 压根没有 照杀的可能 反倒红方平居看似 又有杀奇 所以黑方这边呢 是不会称实上来防守 先下老将也好意义啊 这里呢 黑方呢 只能抢先 通过近居点这样的方式 逼着红方呢 退居来防守 一旦这么走 一旦这么走 前面就有所不同 但在当前局面下 如果一番拱足将 我就上帅吃足 你尽管可以破掉红方的局面 但红方呢 仍然有一局双兵的一个牵制 你仅有当局滑炮而已 压根呢 占不到任何平移 所以一番这时候呢 会索性 浸泡来吃红方的局 这一走 其实道理也一样 红方呢 就平局砍石江 黑方一下降 我就可以呢 退居吃高足了 双方这么一队 也是一个狙炮 对战黑方 狙双兵的一个局面 现在呢 对红方来讲 这时候呢 兵又离得太远 肯定呢 得抢占中路的力道 挡住一方 退炮防守的同时 又可以牵制住 狙炮的一个联动 而这时候一番呢 又该合取而从 你现在呢 无法占据中路的内线 就没有白脸江杀的机会 这时候呢 局面对黑方来讲 十分不利 随一番呢 会退炮 叫狙江 红方一上甩 黑方现在 逃炮的话 肯定是好异议的 随一番呢 会再进一步炮 炮呢 始终战局中的勒道 来牵制 那一旦这么走 对红方来说 先动帅的话 肯定是好异议 因为如果呢 平帅战中 黑方就可以退炮 吃红狙了 你如果下甩 黑方又是刚才那一套 退炮叫狙江 逼你上甩之后 还是把炮倒腾回来 这样的话 双方只能互为牵制 握手言和而已 但红方这手呢 能不能战帅呢 也不行 因为一方可以退高居 下一步棋 既可以吃高冰的同时 平居将又有杀棋 红方呢 根本战不到任何便宜 随红方这边呢 索性帅不能动 赶紧呢 利用兵来围剿 但是现在到底应该是 拱高冰还是平高冰呢 成为此局的关键点 如果平高冰 黑方就退居 守住这个点 你兵就攻不下来了 下一步棋平居一将 你又不能平摔战中 防止红方的退炮吃居 一旦挡居的话 黑方跟你对王居 你仅剩双兵而已 黑方完全有机会把炮 绕一圈到底线 制服红方里边的当兵 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反倒要败 所以红方这边呢 到了这个旁边 要直接的拱兵下来 待一拱兵 黑方又会何去而从呢 黑方这里呢 就先下个架 远离兵的牵制 现在你平兵过来 道理也一样 黑方又可以退居 抓兵的同时 从雷道来叫杀 红方呢 起不到任何作用 那红方这边呢 如果拱抵兵呢 其实也一样 黑方就退居抓双了 这样一来呢 红方双兵必丢起衣 这时候呢 红方也看 根本呢 没有照射的可能 所以呢 十分无奈 虽然兵已经拱下去了 但却无法形成牵制 唯有呢 赶紧下帅 来抓黑炮 但是黑方这个炮 如果腾挪开来的话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红方下一步棋 平摔战中 仍然呢 随时有杀棋 或者呢 兵靠过来 形成牵制的一个局面 那一方这时候呢 眼看站不到任何平仪 索性呢 平居吃红兵 红方呢 就平摔吃炮 黑方趁此机会 现在呢 当居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 赶紧呢 平中居 来对居了 那红方些帅 被居给牵制住 逃居的话 肯定是逃不了 只能跟黑方对居 双方正明队 黑方有势 跟江河走贤 双方闭合 那这一盘机局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希望的汽油就点赞关注 我们下一期再见